那你绝对现在不会在这里了 释迦牟尼佛他的五官 他所修的一切 是让我们一看到他就得度 你看到佛就得度了 有人告诉我 这个活佛 看到活佛 看一眼 七世不多地狱 这样看一百 要真人 你不可以看照片 看到真人 这样看一眼而已 七世不多地狱 好不好 好 不多地狱而已 但是还是做鸡毛狗的 只是不多地狱而已 所以千千万万 各位师兄弟们 一定要记住 千千万万 这一次 你要做什么都行 一定要 赶快修行到南方世界去 到我们的家去 回家 回了家 回了家之后 转眼一看 九千年了 很快的 到时候呢 你可以跟弥勒菩萨 一起当来下身 释迦牟尼佛 下来的时候 是不是坐在菩提树下 然后呢 悟到 对不对 悟到了 原来人是这样子 人生是这样的 真正的看破放下了 觉悟了 当下成佛了 在这个 这个 这个菩提树 是不是这样 最后就有六个人来 跟随着他 五个人来跟随着他 然后慢慢的 就越来越多弟子来跟随着他 有没有 大弟子啊 五百个 大弟子啊 还有十大弟子呢 你知道这些人是谁吗 这些人都是古佛在来的 跟着释迦牟尼佛的这些人 尤其是阿兰 阿兰跟释迦牟尼佛是唐的关系 是唐 长得很像释迦牟尼佛 长得很像世尊 很像 唐嘛 但是他记忆力非常好 过目不忘的 记性也非常好 所以有这些点集金本 都是阿兰和大家瑟 他们很辛苦的 流传下来 但是大家就不知道了 跟着释迦牟尼佛的那些人 也是迷迷糊糊的 最后呢 有些有大恶人 有些有大善者 有些大恶人 有些不信佛的 有些是外道部落门 最后呢 迷惑颠倒 然后归医 释迦牟尼佛帮他剔度 好 成佛了 就修行了 修行之后呢 成佛了 都是在做戏 造型给你看 释迦牟尼佛也是在做戏给大家看 你有什么 你有钱 你有他的多吗 他是太子 整个国家都是他的 他不要 你有老婆 他也有 你有孩子 他也有 你有的 他都有 最后呢 他放弃了 那如果说 释迦牟尼佛他 很惨 做生意 倒闭 bank club 读书又不会读 人又长得 agri-agri的 又stupid stupid的 最后呢 觉悟了 那 哪里有人会信他 他就是做这些 给大家看 这一套 真正修行的人 他们就知道 这个只是一个过程 让你知道 然后呢 坐在菩提树下 就在那边 辛苦 最后才悟到 那么最后 那么多的弟子 来跟随着他 这些都是作戏 而大家要知道 释迦牟尼佛的那些弟子 都是古佛再来 就是释迦牟尼佛都还没成佛 他们早就成佛了 成了佛下来 这个 做他的弟子 来护持这个佛法 明白吗 所以如果我们也想要 弥勒菩萨下来 我们也想要做那五百个弟子 或者一万个弟子 护持这个佛法 现在就要修行 现在你不往生 等到你有机会 再做人的时候呢 保证是 弥勒菩萨已经走了 又留下一大堆金本 我们又这样子 在大巴摇这样子了 那时候肯定有可能 不叫大巴摇了 叫摇大巴了 所以我们这一次见面 很难得 我可以保证呢 在里面 我们这些众师兄里面呢 女人也叫师兄 在这些众师兄里面 肯定有南方世界来的人 肯定有的 为什么 南方世界的人很容易认的 不是前面有一颗字 不是 他都很容易认的 一听 佛说 保生托罗尼金 不会 然后喜欢 然后呢 学 很快上手 这些都是南方世界来的 然后你问问自己 佛说 阿弥陀经 大背咒 普门品 观音菩萨的普门品 心经 那么容易的 为什么你都不念 为什么你偏偏念这个 都是做戏的 找到了自己 所以我们应该要赶快 回南方世界 但是不能自残 我们这样自己自杀了 那个是回不去了 南方世界是一个 最特别的一个世界 你可以结婚 你可以生孩子 你可以做生意 你可以工作 甚至不吃素 但不可以杀生 没有吃素 但是不可以杀生 只要念南方世界 的这个保身佛的佛号 念佛说 保身托罗尼金 只要你念这个 没有一个愿望 是不成功的 什么愿望都成功 这是真的 你们 这里第一次来的人不知道 大多数人都知道 你不要问我 这个 佛说保身托罗尼金的 第五段 第六个字怎么读 我不懂 我不知道 有些人问我 这个是什么 明明就是 什么 RRD 我不懂 因为我不认识 这些字 我根本就不认识 不认识这些字 但是不认识这些字 为什么你会念 不知道 慢慢知道了之后 才知道说 难怪那么熟 永远都不会忘记 而且念佛说 保身托罗尼金 你就是保身佛 如果你觉得 你念保身托罗尼金 我是保身佛的弟子 那你就没有资格 念保身佛了 要往生南方世界 你就是保身佛 但是南方世界 多不多人 不多 人不多 因为他们很少做宣传 西方职内世界 打的广告最多 所以Income Deck 给了很多 打广告 报纸广告也有 电视广告也有 现在还有 iPad的广告 还有Facebook的广告 哇 广告打得很响啊 好不好 好 当然是好 我们南方世界呢 就没有 我遇到很多很多人 每次在微信上问我 念这个 想去西方籍的世界 应该怎么去 我们都要老老实实地教他 因为很简单 不难 去南方世界也是 请我认识 咱们 广告 去南方世界呢 也是很容易的 只要你一心专念 但是一定要记住 我们念南方 这个佛所保身陀罗尼经 我们念这个经的时候 是在我们现在 体格还算不错的时候可以念 但是当我们 要结束这个生命的时候 一定要还债 你一定要把债给还清 如果你不把债给还清的话呢 不可以的 一定要把债还清 放心 一定能把债给还清的 怎么还 可能你会得癌症 可能你会吐血 可能你要开刀 可能你会瞎 可能你全身不能动 whatever 这些都是还债 南方世界的同修 不能怕还债 一定有原因 把债给还清了 那就没事了 不用去担心还债的问题 那么但是你有一个bonus 你有一种方法 能够减轻债务 就比如阿龙来拿钱 那么你没钱给他 还债嘛 你没钱给他 那怎么办 你可以给他 我给你 一个愿望 我赐给你一个愿望 你要什么愿望 一定能够成功 你想要什么 你说那个阿龙会什么 要什么 要你的钱 那不是stupid吗 要你的钱是工作 你不是欠那个阿龙钱 你是欠他老板钱 他只来跟你收五万块 所以真正聪明的阿龙会怎么样 我要金条 对不对 你给我金条之后呢 我帮你还债 是不是这样子 你欠我老板的五千五万块 我帮你还 你先让我做马票 是不是这样子 聪明的阿龙 笨蛋的阿龙就是 好 我什么愿望都不要 你把钱还了就好了 那就是stupid的阿龙 一辈子都做阿龙 不能做老大 一样的那个道理嘛 那我们一定会让他愿望实现 好 黄金多少条 说清楚 五条就够了 多重的 一百glo一只 OK好 让他完成 我的比喻是这样 所以念保身佛 冤亲在主 我们的冤亲在主 旁边这些冤亲在主 欢喜 因为你念了之后 你就是保身佛 如果你念了之后 你是菩萨 去了南方世界 我们在保身佛的旁边 他是我们的老板 我们在旁边 那你是迷信了 去到南方世界 你就是保身佛 你想要有什么神 我想要这样子的身体 马上成这样的身体 马上的 然后呢 那一些冤亲在主 也跟着你一起 你就能度他们 冤亲在主是谁 你知道吗 就是以前你所欺负过的 你这个父亲汉 还有你夺过胎的孩子 这些都是你的冤亲在主 所以冤亲在主有现在的 也有前世的 也有 但是我们最难度的冤亲在主是谁 知不知道 冤亲在主听清楚了 有前世的冤亲在主 跟到你现在哦 当然还有我们的六亲 那么 真正最难度的冤亲在主是谁 最难的 就是当下的这个冤亲在主 你现在就骂你的父母 这种冤亲在主啊 就很麻烦了 现在的 比如说你跟一条鱼 接活的鱼 你去钓 钓了之后呢 你就现在 当下你就跟它接了 接的 那就很难 很麻烦了 过去式的 过去式的 就像一个人 他冲进来 要打另外一个人 你猜他会把他打死 一定会的 但是呢 你把他 跟机员